过去里镇以礼为单位成立家政班 不过现在因为妇女有老化的现象 有很多都无法持续的正常营运 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蔡中汉上任以来 就特别成立第三个家政班 也就是朴实家政班 目前都有共同点就是年轻有活力 也希望透过家政班来发展地方特色 过去里镇以礼为单位成立家政班 不过现在因为妇女有老化现象 很多都没有办法持续的营运 玉西地区农会总干事蔡中汉上任以来 成立了第三个家政班 也就是朴实家政班 目前都有共同点就是年轻有活力 希望透过家政班发展地方特色 这个是我们在我手上成立的第三个新的家政班 那这几个家政班都是比较市区 那他就会有几个特色 就是说他的成员比较年轻化 然后他的第二个就是说 他干部的活力也比较强 那大家在市区又住得比较近 互相的交流也比较充分 总干事表示为了推广家庭生活健康知识 与增强农村妇女各种技能 运作多年后 借由农会的推广农村家政多元学习课程 学习更多 除了建立自信跟成就感 也可以继续支持家政班 扩大学习的范畴 我们希望就是说 尽量发展家政班的自由的特色 让他们觉得说我们做什么 甚至我们现在也有在谈说 除了我们做的一些活动外 我们希望说家政班可以跟社区 跟公益做什么样的结合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发展的空间 我觉得每个家政班 他可能有不一样的方式 平均年龄55岁 近一色都是女性 成员有在地人 也有远嫁而来的新住民 也有返乡二代 希望透过家政班的课程学习更多 他们的脸上也占放出更多快乐的自信神采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